OK 如果今天知道對手是一個十足的亂打牌的人的話 是不可能去蓋這副牌的 以前我打了十個小時下來 我總共大概多了一萬六 而且是打三百五十 再來我們的心態大概也是崩潰 我們有做的術語叫做Otel 大家好 我是LVP 有任何博弈相關的問題歡迎留言私訊給我喔 要在門一場 Check Band to you $5,000 5 to call Check Check to you,Sir 這邊他們做了一個叫做賽貝的動作啦 那其實賽貝的動作正常來說賭場不會刻意的去干涉 但是做賽貝其實是一個我覺得很不公平也很愚蠢的事情啦 因為第一個是當你進行賽貝的時候 假設啦你說我們像賭神那樣子 我會分一盤本票多少錢另外拿出來賭 那如果不跟呢那做唱的錢要算誰的 筆牌嗎還是說你後面這不跟你就算輸了 那如果說不跟就算輸了的話我們隨便變 真的有錢的人我沒事我就賭你個2億 對啊那這個遊戲要怎麼進行的 是沒辦法進行的 對但是雖然說這樣但只要兩方同意 基本上你們要進行這個賽貝是都沒有問題的 我個人曾經也在澳門看過一個 德州撲克作倉的賽貝 那一把帕大約70萬港幣 帕已經70萬港幣了 然後 發可是 440 然後 TENJRIVER 10 結果兩個在RIVER的時候 反正帕就是已經ALL IN了 那70萬最後兩家竟然丟賽貝 那最後OK多賽貝了一個30萬港幣的數字 結果開牌一加10J一加44 OK那其實 你要進行賽貝本來就是這個狀況嘛 只會有比你大的人要給你賽貝而已 不然誰要跟你 誰要跟你賭而外的那些東西 所以這個賽貝是一個蠻 我覺得蠻不合理 而且很笨的一個事情 這件事是 你不可以贏 unless你準備好了 所以,這就是我所有的東西 我所有的東西 那有很多銀行的銀行 所有的東西,Krager 你怎麼說我們把銀行的銀行都關掉 應該是很高興把你的教育給付 其他人還要給我們的老師 剛剛這裡主角為了籌學費 然後把他的身上所有的錢 決定把他All-In到這個線上的Poker裡面 以風險控管的考量來說 這是一個相當不明智的決定 因為這意味著你不能承受任何一次的貝比 你不能去做一些比較甚至50-50的考慮而已 因為只要輸了就是一無所有 在這邊他其實掌握了一個德州撲克 我覺得相當重要的觀念 就是他一次開了一個多桌 那多桌其實只是幫助他更好的 去有機會找到桌上比較我們所謂的Fish 對那在這樣的狀態之下 如果你真的有夠有耐心 跟你自己一些基本的操作 其實掌握得住的話 其實不太需要很多所謂操作 就是你只需要把你好好的 給他一些機率的策略執行好 基本上在線上就蠻有機會能夠贏錢的 不是不重量的遊戲的理論 因為他會操作避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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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你看看他的開始手和測試圖 這傢伙是壞的 這傢伙你會找到每個月 可能 我們在哪裡 50-50 50, 太棒了 嘿, Richie, 我是我, Craig 我是一個很好的朋友 CRACKED? 50, 你說什麼? 你把那塊拿回來 50 doesn't get me to graduation, Craig 我告訴你, 這就是你等待 OK, 那其實到後來 他在這個線上的Poker上面 其實從他1萬7已經達到5萬了 而且這個Triple Up 其實已經是一個... 我覺得相當不錯的一個報酬率了 其實是時候就是要休息 對,這是以過來人的經驗 但是如果你是賭徒的心態的話 簡單的說啦 不管你一百萬、兩百萬、三百萬、五百萬還是一樣 你會永遠因為你少的那一萬 把你手上的錢輸光 我不是叫你借賭, 你幹嘛賭那麼大呢? 你必須要騙著我, 你怎麼知道要搭? 我們還有一個, 這裡我們 Ritchie, 讓我們走, 讓我們走 來吧, 別在那裡, 搭! 糟糕, 你怎麼知道要搭? 怎麼知道8號是好? Ritchie, 你必須要停 Ritchie, 你必須要停 你不能讓短期的減少我 慢著我, 這是這個混蛋 這傢伙玩得太差了, 讓我停 如果你長期的減少, 有一個原因 這傢伙是太差了, 因為這傢伙是太差了 那這邊就順便跟大家提醒一下說 就是我們打線上的遊戲的時候 其實必須要特別的小心啦 因為據我所知, 跟我親身經歷 其實很多時候, 線上的平台都會有 工程師不管開後門 還是說我們所謂的有一些 可以看牌的程式也好 那這些不只在德州不克, 在麻將什麼 其實我也都有碰過啦 其實跟大家就親身分享一個 那這邊是有一張圖 是我那個時候 無聊跟人家 要了一個麻將板 我自己在打的 那那一天這樣 我前前後後打了10個小時下來 我總共大概 租了16000 而且是打350的 那其實就是蠻離譜的啦 而且10個小時下來 我總共才自摸2把還是3把而已 結果每一將都自... 因為他每一將他要抽中嘛 所以他每一將都要動4次 所以每一將都至少被摸了3次還是4次 然後... 在這種事情 當然我們不好去多說什麼 有時候覺得隨隨的 那算了 本來也沒差 但是直到有一把牌 其實這讓我幾乎肯定的 這絕對是有作弊的行為 那這一把牌就是 我其實聽了369萬 那我在某一手的時候 其實我就按眼牌 因為我也想看看這個平台 那是第一天喔 就是第一天做這個平台 我再看看這到底有沒有什麼 貓膩 對那... OK 很剛好的 那個時候我下加連2 那我聽369萬 我按眼牌 那他在一個連裝的狀態 然後你可以看到他的一個手牌 是一個長連牌 那這種牌就是你 隨便摸一個靠章 他就是變成三個洞的牌 結果 他在摸到一張紅鐘的時候 他... 按眼牌 對 那... 首先我們看這件事情 會打麻將的人就知道 這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情了 那... 他一按眼牌以後 OK 換下加摸牌 換對加摸牌 到我 摸紅鐘放牆 對那這樣... 你要說這個衰嗎? 我覺得這已經是有一點 不合邏輯的狀態了 因為不可能有人... 打麻將會在這個時候 按紅鐘眼牌 那我們合理的... 理由只有一個 你確定嗎? 對那是什麼? 我也不要去說人家嘛 畢竟我們也沒有真的 有什麼證據 只是對這種不合理的... 不合邏輯的事情 一定要特別的小心 那... 碰到了 那就算了 我們就不要再去玩這個平台就好了 什麼打麻將出啦 先撞身棍啦 要辦巨公術啦 那你怎麼也是賠人的 那這聲音真的有點困難 那這聲音真的有點困難 我是Sierra Somers from Charleston 來賠人的角色 我來賠人的角色 我來賠人了 我來賠人了 好OK這邊決戰11點其實算是呈現的還不錯 一個算牌團隊來說的話他是必須要大家分工很做的 有人負責去計算桌上的牌的Counter 然後有人就是負責去下注 當然可能會問說那為什麼Counter不能下注 那就是扮演Counter這個角色的人 他會比較長時間的就在桌上 那如果他自己又下注去迎錢的話會比較容易被賭場關注到 所以他們才會安排另外一個人來下注去做所謂迎錢的這個動作 他們會透過暗號會透過各種東西把現有的資訊傳給來迎錢下注的這個人 其實在這裡這個牌當你的牌是兩張8的16點配上15的時候 然後你要分牌這個決策其實是包含在基本策略裡面就有了 其實不太需要去理解到就是算牌的這個流水數的部分 好,ok那這邊就是他通過流水數的計算 但是其實據我所知 現在21點算牌團隊其實要計算的東西也已經不只是流水數了 他們還會考量到一條牌 假設8副牌現在已經發了多少 發了1Ⅲ 發了1Ⅱ 那他們還會再根據這個再去做一個Normalize的計算 那他們可以更精確的去知道說自己現在要下注應該下注幾年 下注應該下注多少 那也是符合一個期望子計算的 決勝女王 這邊其實電影裡面提到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賭博跟打Poker 其實概念是不太一樣的 你的做Poker例子來說就是啊 可能買花就要去抽 啊 還沒有看到Flop 你就多少錢 你拿個4 5 5 6 6 7 7 8那種牌 你無論如何 你都想要進去抽 那即使是在一個價錢不合理的狀態之下 這樣子做就比較接近是賭博的狀態 但是玩Poker 就是你必須第一個 你要可以掌握自己的勝率 然後可以讀懂對方的牌 手牌現在他在做什麼事情 那再進一步的 才會去讀到說對方的思考 對方有可能判斷你是什麼樣子的move 在做這些動作 其實他這邊做了一個我覺得不是很好的事情 當然不是說蓋這副牌不行或怎麼樣 而是確實因為或許他第一次跟這個對手對戰了 所以他沒有掌握好這個對手的玩牌的方式 如果今天知道對手是一個十足的亂打牌的人的話 是不可能去蓋這副牌的 Brad's counting off twenty thousand which means he's gonna call and Harlan knows that if Brad's gonna call and not raise it means he didn't have the boat and he's betting a high two pair probably kings and queens but then instead of calling the bet Brad pushes seventy two thousand dollars into the pot I'm all in Harlan looks at Brad every tell Harlan knows about carotid artery pumping, stiff hands Brad's doing the opposite Brad's betting represented a huge hand by calling on the flop check raising the turn and bombing the river of course Harlan didn't know that Brad didn't know what any of that meant so Harlan always a good sport said nice Brad, I might miss down as he tossed in what he didn't realize was the winning hand 對,那這就是我們之前一直在不斷提到的 就是你要如何去知道你的對手成績是哪裡 對一個職業玩家來說才是最困難的 我們可以看到哈蘭在輸了這一把 你還有一個合佳的一把 我都有一把 三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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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個、五個 那你都沒有在禁止 你不可能是為什麼 我沒有在禁止 講述了幾個 有空間還不可以 你拿到四千萬 他分了幾個 但是一個通常的錯速器 都破了 然後他分了 現在哈蘭就在祖母 全場的嘲笑以後 當然我們的心態大概也是等於 我們得到的術語叫做Until 那在這個狀態之下 你做出的很多決定都不會是好的決定 因為你很想要去追回剛剛的失誤 所以這邊哈蘭更多的是一種屈辱感 我自己也有過這種感覺 面對一個十足不會打的新手 他媽竟然輸了一個這種牌給他 我是Helby 看完這期影片你有什麼想法呢? 你還有想要了解誰的故事嗎?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一起討論喔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想跟我一起打牌的朋友 可以加入資訊欄的Telegram帳號 一起娛樂喔